因为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都先下载相同的资料内容 好吧 就是到这个地方 我写在白板上的下载的网址 好 那我先实际的做一下给你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打开Chrome浏览器 好 麻烦各位先不要登入 先不要登入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在网址列的地方 网址列就直接输入我的网址 http s 然后斜线斜线 go.g l斜线 ytz 注意这个z 后面这个大写的r 大小写要特别注意 这个是大写的r 然后最后面有x这是小写 t是大写 要特别注意大小写 然后按一下inter键 那麻烦请各位 请各位去看今天 今天课程因为其实是延续上个礼拜三的课程 所以麻烦请找2021年12月15号 以色调缩纽分析资料视觉化 在公务上的应用这个课程 请点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这边应该就只有一个压缩档 所以这个压缩档是这个 好那就麻烦请点它下载 可以吗 这样就下载好了 请点左上角这个图示 好了那就麻烦请各位先进行下载动作 好的这个档案一定会放在 就是自己的电脑里面 所以你就要去自己的电脑里面找下载 好所以怎么找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点选这个档案总管 档案总管 然后下载 左上角这边下载 为什么是点下载 因为刚刚我去下载这件事 刚刚我是没有做下载这件事情 好然后接下来麻烦 因为有我的习惯 我是不喜欢在下载里面 直接解压说不然下载里面 就一堆档案了 所以麻烦我个人 我是把它剪下来贴到 我的上课的这个地方 我都有分门别类 然后把它贴到这里 可是事实上 其实我都已经做过这件事了 所以我再 等一下 我再将到下载这地方 我先把它改一个名字好了 好所以我就先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 因为我不喜欢都留在下载里面 然后我放在我教学的适当的指定位置 好 比如说这是我的课程 然后就直接贴上 然后接下来我就解压说致辞 你们一定有7Z 你们的电脑里面就有7Z 然后请点解压说致辞 然后输入密码 然后点选确定 好吧 因为因为他去解压说解到这里面去了 这样可以了解 反正就是你们就会有这一堆的档案 这是成品 这是我做完的成品 可是我只需要从民国99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人口统计 好 那我会希望等一下你们去下载 下载这个 这个 就是从民国 现在是99年 这里面我已经把民国99年都做好了 然后我现在要请你们去把989796 反正前面十几年的资料全部下载下来 因为全部格式都是一模一样 好 所以现在我们先去继续做 谢谢大家